好,那我們先來看看水污染 它會有什麼一些危害 它排泡很多個資料莫名其妙的東西 有機物、重金屬、毒性物質 還有很多巴巴巴這些東西 當然就會造成很多的傷害 然後包括所謂的都市、團伯、郵輪 這些都會造成很多的髒的東西 有多東西 然後到了我們的海洋、我們的核酸 然後造成生物有大量死亡 那最後那個比較麻煩 就是一些髒東西會在生物體裡面堆積累積 然後就會造成一些 然後到食物鏈 然後到最高級的消費者身上 現在誰是最高級的消費者 我們 我們人 所以就會死在人身上 這個你們生物有什麼 生物放大作用 生物放大作用 OK 然後我們要提一下它 就會死在最後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最高級的消費者 消費者 中金屬污染 中金屬它不是毒的東西 但它在身體面累積就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日本大概發生過兩次來幾次的水猴壁 就是工廠排放 韓拱的被水到大海中 然後浮游生物吸收 小魚吃浮游生物 都轉到小魚身上 大魚去吃小魚轉到大魚身上 然後人就吃 大魚轉到人身上 然後呢 就因為有機孔的關係 然後造成很多的問題 水猴壁 在日本的水猴壁 一個有名的重金屬污染 有造成的狀況 所以它就會慢慢的冷積 之後造成你身體的危害 會不會有危害 所以它就 一個很多時候麻煩的事情 OK 重金屬的污染 然後這個是優氧化 優氧化 優氧化就是 胡活艷氧奔解 來看國字 優 什麼意思啊 好 棒 very good 養 養什麼 營養 營養 優氧什麼意思 非常 營養 太營養了 我們這裡的河川太營養了 所以藻類就大量的增生 藻類大量增生 會傾國別的生物所生存的環境 而且還會自相殘殺 然後呢 這個生物死亡分解消耗氧氣 它蓋在上面跟空氣接觸 所以最後整體會缺氧 你看倒數第二行 最後整體會缺氧 這就是整體會缺氧 所以非常營養 最後整體水體會缺氧 叫做優氧化 老師喜歡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什麼情況會造成優氧化 太營養 太營養 所以珠石珠尿 這一道太營養 就會造成所謂的優氧化 我們現在洗衣本 目前很少特別強調的是還會這樣做 以前有特別強調 我是無靈的洗衣本 為什麼? 淡靈甲肥料三藥素 所以寒靈的洗衣本洗完以後 那個水就是寒靈 到了河川 之後就造成什麼問題? 優氧化的問題 優氧化的問題 OK 叫優氧 看一下國製非常營養 最後會水體缺氧 最後水就死亡掉 叫優氧化 然後造成的結果就是 造成它整個生態環境的破壞 同時我們講過了 如果水污染的話 結果麻煩又大了 很難再回來 很難再回來 然後海洋是最後的歸宿 當然海洋有致敬能力 但它不是無限大 所以你太過分它還是會 爆彈 它還是會不行 還是會完蛋 那最後講過了 最後回到整身上 偉大的人類身上 我們是最高級的消費者 最後講 所有會透過食物源生物放大 最後都死在我們身上 最後都死在我們身上 OK 好 那怎麼辦 一個備水減量 少用一點 少產生 叫做新建污水處理場 新建污水處理場 把它弄乾淨再排放出去 好 所以呢 節約用水 減少噴灑 適量施肥 少一點 那個會造成癒合物質 少一點有毒物質 然後呢 提升新建工過污水下海道 提升接管率 我們的下水道有兩種 一種叫雨水下水道 接雨水把雨水排掉 一種叫做污水海道 把髒水弄掉 接管率什麼意思 就拉到你家的意思 我們要從管子 接到你家 把你家的髒水收過來 大家匯齊 一起送到污水 處理場 處理或在排放 叫接管率 陳水扁在選第二次市長的時候 就在誇耀說 他的接管率提升了多少 提升了多少 整個台灣現在台北市的接管率的情況 算是不錯的 高雄也起來還好 可是其他的縣市就做的就不太好 不太好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家的髒水怎麼出去的 就直接奔流到海 不復回 就直接去污染河川什麼之類的 沒有經過處理 就要提升接管率 處理過 再把它送到我們的海裡面 河裡面去 然後就是剛剛講過 高零系以前很髒 工廠養豬養鴨林堆 現在就盡量把它搬走 把它搬走 把它弄好一點 這樣的話就會比較乾淨 然後如果真的要做 就是把它一些設施處理好 讓它能夠有適量的處理 大概就禁止機會 給它開發 我們有個翡翠水庫 新北市跟我們剛才說 它要共享翡翡水 為什麼 因為翡翠水庫很乾淨 原水就很好 因為它從一開始蓋 就那邊就不准做任何開發 不能夠去澆油烤肉 怎麼吃都不行 都不能都不能做 把它維持一個自然良好的環境 所以它有個很好的原水 很好的原水 就是禁止這些不但開發 就是防治的一些方式 然後再來不要亂丟 亂弄亂弄 OK 所以後來告訴你說 這些問題都是重要問題 而且不是區域性的問題 因為是藉著大氣的運動 藉著水循環 藉著空氣的循環 氣象 可以送到世界各地 我們曾經在南極的企鵝 驗出EDT EDT是一個殺蟲劑 是一個有一個有名的環保書 叫做寂靜的春天 就春天沒有鳥鳴聲 就是EDT造成的結果 那它就是農藥啊 種菜才會少EDT啊 那南極離種菜的地方多遠 這麼遠這麼遠這麼遠 可是企鵝還是會有 怎麼啊 就表示透過大氣 那個你不了解的整個一個循環過程 就被它吃下去 所以我們難以理解 整個大氣會有怎麼樣的循環 怎麼樣的動作 所以你要更加小心 你的一個不經意的措施 可能就會影響到千里外的事情 千里外的事情造成很大很好影響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大家 必須要共同面對 共同處理的問題 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些有關污染的事情 OK